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边新盖了个机场特别好 现在在这个老厂区 处人是在这边出来的 别看我们塔城机场小 但是武藏俱全 好多人都在外面等待借机 今天天气特别冷 已经达到零下16度 17度吧 但是往年下雪最早的城市就是我们塔城 今年到现在已经快12月份了 还没有下雪 下了一场 结果一次离开 雪就化了 我们塔城和大家所说的塔什库尔干县 因为好多人在问 塔特我已经到你们塔城了 你在哪我找你去 其实大家去的地方都是塔什库尔干 那是塔县 在帕米尔高原上 我们在塔和盆地上相距将近2000多公里 所以说大家下次来的时候 塔县和塔什库尔干一定要分清楚 我们在的地方就是新疆的西北角塔城 要是明年有旅游来朋友来塔城的话 可以联系法特 我在这接你们 外面太冷了 到里面坐一会儿 大家要是来新疆 完全不用说是开车了 然后呢 坐飞机来 每个城市每个城市之间都是飞机相通的 基本上江内的飞机都是一两个小时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 除非有中途转机的话比较慢 但是你要是开车来的话 新疆一定要记着 随便跨一个城市 那就是几百到十万千公里的距离 很累的